马上再来关心这起游览车翻覆的车祸意外 那画面中可以看到呢 这辆游览车是侧翻横躺在这个山路上 那上方的挡拨玻璃呢 也是几乎整块碎裂 而车身也有密切的毁损 清楚可见这个零件外露 而一旁还有刚从车上脱困的乘客 紧靠山壁是惊魂未定 那么这起游览车翻车的车祸意外呢 就发生在今天下午3点17分左右 地点在宜兰太平山国家风景区的 就自责温泉区附近 当时呢这辆载着桃园巴德区的 一行环保志工的这辆游览车 行进下坡路段时 疑似这个游览车的刹车失灵呢 司机呢先是插撞山壁之后呢 结果整辆车是翻覆横躺路中 那么可以看到呢 车身的毁损状况是非常明显 打风玻璃碎裂 那车上的42名乘客 是42名的这个包含导游 还有一些环保志工呢 也都是受到了非常大的惊吓 那目前在商市的部分呢 掌握的是至少有三个人是受伤 而且还受困车内当中 那其中一个人是还失去了生命迹象 那现在呢是命违的情况 那警销后报呢 目前也出动了一共有八辆救护车 是前往当地抢救 那么这起车祸意外呢 事发的是相当突然 车上的乘客跟导游也都是惊魂未定 那再当你掌握一下这起翻车意外呢 这起游览车的翻车意外 就发生在稍早 今天下午3点17分左右 宜兰太平山国家风景区的 旧志泽温泉区附近 那这个山路呢 是被这个游览车呢 横躺呢 也阻碍交通 那游览车事先插撞山壁 疑似这个刹车失灵 插撞山壁后 结果整辆车是翻覆 那车上是有42名的乘客 包含这个来自巴德区的环保志工 那目前上市的情况呢 掌握是有三人是受困的 那警销也在场紧急救援 而三人当中 其中有一人是无生命迹象的 目前秘围 那现在呢 就是希望相关单位 紧急救援有好消息传出 好消息传出 好消息传出